海外的學子 因為我也在海外待過兩年 過節不能回家 心情是非常複雜的 非常想家 所以這個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為了更大的一個 也為了中國 也為了你所在的國家 大家更好的安全的話 我覺得在原地過節 或者通過視頻搞些party 還是一個好的辦法 所以我是建議 我們中國有關的部門 也要像上次 我記得是在三四月份 也像海外很多的同學 很多學習的 做一些問候 信息 甚至慰問 我在國外 有時候感覺到很孤魯的時候 在國內有一封信 雖然幾句話 很溫暖 我覺得非常需要 有關部門做好這個工作 另外一個就是 當然除了這個 在國外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個是 它三條嘛 就是戴口罩 一個是distancing 就是保持距離 一個是行洗手 這個我想中國 就是中國的 留學生啊什麼都比較注意 不要 所謂的入鄉水俗 在有些國家 現在還是不戴的 你要注意一下 該戴戴 現在已經講的少了 歧視的也少了 以前爭論非常厲害 世界衛生組織到四月份 才比較明確認為 戴口罩是有效的 現在更多的證據 是肯定有效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凡是戴口罩的人 有些人就認為你是有病 才戴口罩 現在是健康人戴 有病的更應該戴 還有一個呢 就建議是什麼 就是說 假如有機會 接受疫苗接種 我是非常贊成 接受疫苗接種 但是不一定輪得到他了 因為現在 疫苗爭奪戰很厲害 首先保護的人群也要注意 但是假如有機會的 應該很好的接受疫苗的注射 也祝海外的學者們就說 新春快樂 流年取得更好的成績